据亚洲发展展望报告,预计越南经济2024年将增长6%, 2025年将增长6.2%。 尽管全世界面临巨大挑战,但今年和明年越南经济将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然而,全球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国内经济结构性短板可能会对这一展望造成影响。 因此,2024年的政策措施需要将扩大内需的短期增长支持措施与促进可持续增长的长期结构改善方案结合起来。 全球需求下降和国际利率高涨对越南2023年增长产生了影响, 但越南迅速转向复增长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公共投资是维持增长复苏势头的关键措施之一。 公共投资仍然是越南经济增长的动力, 有效开展公共投资对促进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速公共投资并提高实施效率, 但仍需要采取具有系统性的措施来完善法律和规定。 但仍需要采取来继续则识过程的阶段,